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不知怎么做 才能止住血 张医师 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期盼能得到回音 张医师推荐患者到吉林市原始点服务站调理 4月24日患者开始调理 下面是吉林市原始点服务站负责人季春兰的分享 有位肱颈癌的患者求助台北基金会 张医师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 谢谢老师及患者的信任 我现在把他的情况汇报一下 我每天帮他改变错误生活习惯 正确认识原始点 每天帮他按推全部的原始点除了四肢以外 同时还按推腹部 腹骨钩 持骨 每天一边按推 一边温敷 一定把他敷透才结束 基本上是属于热敷 下面铺上电热毯 上面盖红豆袋 还盖被子 晚上睡觉也是温敷式的 只要有体力 都要他活动 爬楼梯 俯卧撑 拉筋 活动所有的关节 爬山 跑步 都做 患者之前的条理 可能是因为手法的关系 还有患者本身的关键问题 所以拖了很长时间 没有效果 老师教我们治疗过程中 手法精准到位 非常重要 真正解症的一定是手法 他这个问题 其实也不是出血的问题 是热源没有补进去的问题 既不用担心出血 我们也不需要止血 只注重给身体补热 就像治疗高血压一样 原始点方法从来不降压 最后高压会自己降下来一样 完全康复 但患者就是观念不清楚 一直担心出血的状况 之前去的推广点 即帮他按推的志工 也都认为出血 就要到医院去止血 这些观念和指导 是错误的 我个人认为 流血不止的状况 用原始点方法处理 是最安全有效的 目前还没有其他方法 这种病情 在我们这里 最近这一个月 已有三个成功案例了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手法问题 因为帮他按推 一开始就能够 非常明显的看到改善和进步 当然这中间还有好多次的反复 但是患者自己认为 总体来说体力已经好转 他刚来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经常出血 浑身发冷 入眠困难 头晕 面色苍白 没有光泽 嘴唇惨白 眼底 没有血色 肚子疼 手冰凉 恶心 便秘 异常疲惫 体力虚弱 走路晃晃悠悠的 没什么精神 蛮危机的 现在的情况是 他一口气 爬楼梯70多层 佛称20多个 爬山 能跟上我们 而且不疲惫 晨练连走带跑的 一个都要时 不用休息 按推还有 纵用内外热源 关键是到我们这里来调理 我们是天天盯着的 每天跟着我们运动 爬楼 爬山 跑步 拉筋 这些生活方式 包括睡觉 吃饭 穿衣服 我们都会 具体 指导 这些虽然 看起来简单 好像都会 做的样子 其实 事实上 它们都是 从这里 出的问题 老师说过 疾病来自于 错误的 生活习惯 健康来自于 自然的 简单的 生活方式 而非人为的 复杂的 医疗方法 这些我们每天落实 带领和监督患者 运动多样化 只要不是 睡觉和吃饭 我们尽量 动起来 食补不如动补 其他方法 都是外求 只有运动 能让器官 自行发热 运动是 真的内热源 愿我们所有的 原始点爱好者 和患者们 都能认识到 这几点 最后祝愿 所有的患者 都能早日康复 所有人都能 健康长寿 愿原始点医学 永远是 一股清流 护佑后代子孙 谢谢老师 和所有的学长们 这个应该算是分享 但是大家应该还记得 这一位患者 曾经有提问过 我也 他出血 我也跟他讲过 出血 不用担心 一定要着重 那个补充内外热源 那患者回去 他就是提出 为什么去公益点处理 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改善 那到就是血信到基金会求助 那之所以会推荐 吉林的负责人 就是季春兰 原因很简单 因为原始点是做出来的 那我看 他上次有提供一个案例 就是 带状泡枕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蛮严重 然后他用 就是姜粉 然后装进袋子 然后帮他围一圈 帮助热源 然后印象我最深刻的就是 他按推完 患者六个小时就不再疼痛 光这一句话 我就确定 他一定是手法蛮好的 要不然带状泡枕痛起来是蛮痛 那痛多数他处比伤 如果没有按推很正确 那他的痛是不可能缓解 那不可能缓解 其他患者信心就会动摇 是不是会听 他叫他要用姜粉 装袋子这些 后续的动作 有可能就不会配 那他做得这样好 我就知道手法观念 都已经到位 那这个患者情况 应该算蛮严重的 已经算是 到重病也有危急的情况 那我觉得 一定要赶快推荐转移 因为看得出来 就像吉林负责人讲的 这个患者 他还在大出血 那推广点 也没有办法回答 很正确的回答 就是说 他们的回答就是 那个 一定要如果没有办法 原始点没有办法止血 一定要去医院止血 这一句话 我一听来 我就知道问题很大 为什么 原始点按推或内外热源 都没有治病的功效 我一再讲 没有你就去吸 但真的没有功效 是真的不能治吗 也不是 我们说 任何方法 都不能谈有治病功效 不管是内治法 或外治法也好 那真正能治病的是你 身体本身 也就是我们按推 是让他组织器官 运作改善 那还有 给他外内热源 是补足他的热能不足 那这样 身体 有了这样的基础 他就可以自行修复了 他就可以达到止血 而不是强调按推有止血功能 或热源有止血功能 这样都是有一点 弃音谈言而说 言治果的过失 那西医就是犯在这里 一直强调他们 要有止血的功效 要哪有止血的功效 但你看我们的志工 也这样回答 表示我们的志工 对原始点的理念 是完全不清楚的 那这样回答患者心也会慌 所以我觉得 在人命观点下 我觉得还是建议换个地方 那我也没有主动 虽然我也知道患者有跟我讲 他是在哪里处理的 但我也不便说 也没有跟他们联系 我觉得这个就好像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那如果你有认真听认真做 你自己就懂得改善 那在吉林这里 他也发现了 其实都不是出血的问题 之所以会出血 就是按不到位吧 然后按不到位再加 他热源还有生活习惯 观念的错误 种种因素 才导致他这样的结果 那这些改善了 也没有出血的问题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其实原始点是骗不了人的 你怎么做 做不出来 其实就可以看出 一定哪里有问题 如果大家能够相信原始点 你如理如法的去做 很多即便包括 这样危急的病患 都是可以有好的结果 那我也很感谢 吉林的负责人 他这样做 真的没有把我的招牌给拆了 好那我就把我的感受 也讲到这里